大家好,我是Bonnie 大家喜不喜歡喝泰國的冬蔭公湯呢? 今天想示範我家的版本 是泰北的冬蔭公湯 這個版本比較清新 而且入口一點都不油膩 首先把菇用濕布抹乾淨 為什麼不洗呢? 因為用水洗會吸收水分 湯就會變淡了 然後把比較大件的菇 稍微切細 接著我們要處理香茅 切了根部之後 剝掉外面那層 然後我們看看它的底部 如果有這些白色粉 代表這支香茅 還是比較年輕 和比較多汁 然後我們就把它拌一拌 這樣它就容易釋放些香味 再把它切斷 番茄也都把它切件 喜歡辣的朋友就可以加一些辣椒仔 把辣椒仔切一拌 如果喜歡再辣一點的話 可以把辣椒切碎 另外也都把乾蔥切碎 另外也都把乾蔥切碎 在外國我只能夠用急凍蝦 在外國我只能夠用急凍蝦 剪完雪之後 我會剪掉它的腳 在背部 剪開 然後去腸 然後去水 這樣就乾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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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預備一鍋水 加入這個泰式的辣椒醬 然後預備一鍋水 加入這個泰式的辣椒醬 然後預備一鍋水 加入這個泰式的辣椒醬 水沒滾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可以放入香茅 還有乾蔥 攪勻醬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們煮至煮起 滾起之後 我們就可以放入蕃茄 接著就是菇 再蓋一蓋 讓它再煮至滾起 滾起之後 看到菇都淋了 我們就再加一些辣椒 蝦比較快熟 我們在淋色火之前 才把蝦加進去 然後按自己的喜好 加入檸檬汁 在外國可以用青檸檬 或者黃色的檸檬 如果在泰國 如果在泰國 我們就會加上 羅網子汁 可以令到它有不同酸的層次 口感是很不同的 因為如果大家可以拿來 看看它 應該會不會是一種 但可以放入蕃茄 就要放入蕃茄 後來也要放入蕃茄 就要放入蕃茄 做蕃茄 後來也要放入蕃茄 可以加大量的芫荽 在外面餐厅喝 为了卖上更美 在最后会加少许奶 另外还有辣椒油 看上去的颜色 会更加鲜艳 而我认为自己在家里喝 最重要是简简单单 又健康 喝下去也不会有负担 那就最好了 希望你们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临走之前 记得点赞和订阅我这个频道 还有记得按一下小钟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最新的分享 这个频道逢星期三 和星期五 都会有新片上载 我们下次见 拜拜